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却鲜少露面的自研弹道导弹 其高度攀升至10公尺 直径亦有一公尺之宽 堪称现役导弹中的巨无霸 前中山科学研究院院长龚佳正在其访谈记录中 详尽记载了多项飞弹研发的历史轨迹 中山研究院持续对弹道导弹技术进行深化与改良 但鉴于其射程 部署等敏感信息 至今仍维持高度机密状态 新型号导弹的具体规格及尺寸 外界难以亏其全望 谈及台湾曾使用过的最大型飞弹 飞已退役的胜利女神飞弹莫属 该飞弹以其固体燃料火箭助推器为特色 全长达到惊人的时62公尺 稳居历史长度榜首 相比之下 现役的强弓导弹弹箱尺寸虽长至764公尺 但据估算 强弓飞弹的实际长度应略短于此 约为7 3公尺 此外 天空三型防空飞弹长约5 5公尺 9二飞弹则为5 6公尺 而美国的爱国者防空飞弹则稍短为5 3公尺 空射飞弹方面 天舰二型飞弹长度为3 59公尺 M120飞弹略长为3 66公尺 IDF战机可挂载的万件弹 其长度约为4 5公尺 作为中长程遥控武器 其系统庞大且重量可观 但IDF战机仍能在两侧各挂载一枚 在反舰导弹与现役鱼雷领域 雄二次音速反舰导弹 伸长次 8公尺 雄三飞弹则延伸至6 1公尺 而增程型雄三飞弹因装备加力气 长度更是接近7公尺 SUT鱼雷长度为6 08公尺 48克瓦查鱼雷的长度则记录有误 实际数据掠取 追溯胜利女神计划的起源 可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彼时 美国的B-17与B-29轰炸机群 对得日目标实施了猛烈轰炸 尽管敌方防空套火密集 看似威胁重重 但实际击中高速飞行的轰炸机却极为困难 美国军方的研究揭示 德国需发射近2800发炮弹方 有可能击落一架B-17轰炸机 这一发现 促使美军开始反思 若自身面临类似威胁 应如何有效应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45年5月 美国陆军携手贝尔实验室 共同启动了 旨在研发追踪 并击落敌方飞机的引导式火箭向胜利女神计划 1953年 这一计划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诞生了MEM-3 即第一代胜利女神导弹 阿甲克斯 该导弹采用了创新的双段设计 底部配置了强大的助推火箭 而上部则集成了先进的无线电寻标系统 高爆弹头及两段式推进器 阿甲克斯的卓越性能令人印象深刻 其飞行高度可达21000米 最大飞行速度更是惊人地达到了2 25马赫 完全满足了美国陆军的严苛要求 然而 贝尔实验室与合作伙伴道格拉斯公司 并未止步于此 鉴于当时战斗机已能轻易突破两倍因素 他们意识到仅凭两马赫速度的导弹进行追击 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 为了进一步增强导弹的射程与速度 他们对助推段进行了重大改进 新增了4枚助推火箭 这一升级使得导弹的飞行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飞行高度猛增至4万米 飞行速度也飙升到4马赫 这一版本的性能远远超越了阿甲克斯 因此被赋予了新的编号与名称 LIM 14胜利女神 它迅速成为了人们口中最为称道的胜利女神导弹型号 1958年6月 美国陆军防空指挥部 启动了胜利女神防空系统的全国部署计划 首个阵地悬址于芝加哥 随后迅速扩展至全国30个州的88个导弹阵地 为美国本土编制了一张严密的防空安全网 冷战期间 美国不仅致力于保卫本土 还积极关注海外盟友的安全 胜利女神防空系统因此也远赴欧洲与亚洲多国 成为国际防空的重要力量 至1963年 海外已建成134个由美军直接运营的胜利女神阵地 这还不包括那些已转交给德国 希腊 丹麦 意大利 土耳其以及日本 韩国等国家的阵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1958年 美国为加强台湾的防空能力 不惜从遥远的阿拉斯加调动整支导弹部队 包括人员与装备 浩浩荡荡地部署至台北县的领口地区 4年 1959年 台湾陆军历史性地成立了导弹部队 并全面接管了胜利女神历史型导弹 标志着台湾正式迈入导弹防御的新纪元 时间退役至1971年 美国再次伸出援手 向台湾派遣了第二支胜利女神历史型导弹营 直接驻扎于高雄县的岗山地区 随着60年代的深入 台湾还陆续引进了中低空防御的英式导弹 与擅长高空拦截的胜利女神导弹相辅相成 在原有防空炮火的基础上 构建起了一套多层次 全方位的台湾防空火网 总计包含四个导弹营 有效提升了防御能力 接下来谈谈耐机计划 该计划起源于1944年 当时以高射炮为主导的防空体系 以难以有效抵御 新型喷气式战斗机的高速与高飞特性 迫使美军寻求新的防御策略 贝尔实验室由此推出了耐机计划 而通用电器公司则贡献了一个射程更远的方案 命名为色魄 这两个方案最终融合 发展出了CIM 10波马克地对空导弹 耐机导弹系统 作为一个直线拦截的防空力气 及早期成果 1953年部署的耐机阿贾克斯导弹系统 便是这一计划的名证 值得一提的是 该导弹的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技术 后来被广泛采用于多种火箭射击之中 包括MING 14奈基大力神 以及NASA专用的高空大气研究火箭 这一系列导弹的辉煌历程 一直延续至60年代 直至爱国者导弹系统展露头角 它们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但始终深受美军及其盟友的信赖 贝尔实验室的射击愿景极为远大 只在拦截时速超800公里 翱翔于2万米以上高空的轰炸机 面对如此高速的目标 即便是发射超音速导弹 也难以确保一击击重 因此 该导弹系统必须依托高度精确的预先计算 确保在燃料耗尽前精确命中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 离不开一整套复杂的雷达系统支持 而非单一雷达所能胜任 幸运的是 当时的美军 已掌握了先进的模拟计算机技术 并受英国克里森弹道预测机的启发 研发出了一系列更为高效的防空火控系统 耐机导弹防御系统的精密程度令人赞叹 它集成了三种功能各异的雷达 低功率搜索雷达 负责探测潜在威胁 目标追踪雷达 持续锁定并识别目标 而导弹追踪雷达 则专注于捕捉导弹上的无线电信标信号 通过脉冲调整实现精准制导 这套系统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导弹发射后 控制系统会立即比对两台雷达提供的方位信息 结合目标的实时速度和距离数据 计算出最优蓝节点 从而引导导弹准确无误地击毁目标 耐机导弹的设计融合了 第一级固体火箭助推器 与第二级液体燃料的创新 使其能以最高一 三马赫的速度飞行 直达两万一千米的高空 射程更是远达四十公里 其战斗部采用三段串连设计 旨在最大化毁伤效果 然而 胜利女神导弹的有效射程 也引发了一些关注 因为这意味着 导弹必须被部署在 距离防御区域非常近的位置 这对部署策略提出了更高要求 1951年11月 耐机导弹首次展露头角 成功击落了一架 由B-17轰炸机改装的Q-17把机 这次试验的成功令人瞩目 至1954年 首个生产型的耐机导弹 正式编入美军序列 军方迅速订购了一千枚导弹 及六十套发射装置 旨在保卫美国本土的关键战略区域 并在全国各大城市周边 建立了导弹发射基地 至1962年 这些基地的数量 已增至惊人的二百四十个 耐机导弹系统 通常被部署于大城市 远程轰炸机基地 核电站及洲际弹道导弹基地 等战略重地周边 每个发射基地 由三大核心区域构成 管理区负责安置火控系统的 控制单元 追踪搜索区 装备有目标搜索雷达 目标跟踪雷达 导弹追踪雷达 及计算拦截路径的计算机系统 以及发射区 及耐机导弹的发射地点 该系统专为高空拦截设计 被似于战区高空防御 或反弹道导弹系统 主要针对入侵的轰炸机 耐机防空导弹系统的初代型号 为耐机阿贾克斯型 导弹编号为MIM-3A 尽管该型号在防御性能上 有所欠缺 偶尔会出现拖把情况 但美军随即着手升级 于60年代将耐机阿贾克斯导弹 升级为耐机大力神系统 初时编号为CIM-25 后更名为MIM-14 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在1959年部署的 胜利女神力士型导弹 实则是这款经过改良的 大力神版本 耐机大力神导弹在射程 速度与精度上 均实现了质的飞跃 更具备了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其射程延长至160公里 最大速度接近4马赫 最大拦截高度也攀升至3万米 该导弹采用四枚捆绑的 耐机阿贾克斯助推器作为第一级 第二级作为固体火箭发动机 技术层面 它引入了更为可靠的 固态电子元件 取代了老旧的电子管元件 战斗部则装备了 重达500公斤的 T-45高爆战斗部 并可选配W-31核弹头 该核弹头 设有可变和当量设计 提供2000吨 1万吨 2万吨 及3万吨 等多种当量选择 而耐机大力神导弹 则选用了2万吨当量的配置 在美国本土部署的 耐机大力神导弹 几乎全部装配了核弹头 而海外基地 则采用了常规 与核战斗部的混合配置 此外 该导弹的火控系统 也得到了升级 新增了对地攻击模式 截至1958年6月 已生产了393套 耐机大力神导弹系统 到了1960年 美国陆军防空司令部 已部署了88个耐机大力神导弹 联合174个耐机阿甲克斯导弹连 在台湾 装备了耐机大力神 及胜利女神力士型导弹的部队 为岛内防空事业 书写了长达37年的辉煌篇章 直至1996年 这位功勋卓著的胜利女神力士型导弹 正式退役 不仅标志着台湾防空史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也象征着台湾正式迈入 导弹防御的新纪元 1961年 在淡水基地举行的 神剑一号演习中 台湾首次是射了 胜利女神力士导弹 这一事件 在台湾军事史上 具有开创性意义 是导弹制导射击技术的 一次重要展示 尽管在服役期间 会直接参与战斗 但它成功追踪 并监视了超过2万架次的 不明飞行物 为台湾空域安全 立下汉马功劳 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迁 1996年 随着部队长官亲自操作下 取下最后一批 胜利女神力士型 防空导弹的安全钥匙 这段历史正是画上了句号 对于台湾年长的居民而言 胜利女神导弹并不陌生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台湾部署的仅为常规型号 而在欧洲 胜利女神导弹系统 则包括核武版本 这愿于冷战时期 核威胁的严峻背景 面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 潜在威胁 美国采取了 部署核武器的威慑策略 在西德与东德边境 包括核地雷 核炮弹及核防空导弹 在内的各式核武器相继部署 胜利女神导弹便是其中之一 在西欧 部分胜利女神导弹 装备了威力巨大的 大半流31核弹头 当量高达3万吨 既能打击苏联前线阵地 又能摧毁空中轰炸机群 展现了其防空与核打击的 双重能力 台湾也曾考虑过类似策略 特别是在1970年代 美军撤离后 台湾进入自力更生阶段 担忧突发攻击 一度考虑将胜利女神导弹系统 改装为对地攻击型 射程预计达200公里 此计划名为天马计划 然而该计划未能持续 台湾随后转向新型防空导弹 天空导弹的研发 进入90年代 天空导弹逐步补异 尤其是具备主动导引功能的 天空二型 其射程已超越胜利女神 促使后者于1996年全面退役 台湾对胜利女神系统的 退役处理相当彻底 所有导弹均被拆除 相比之下 韩国在1989年 退役胜利女神导弹后 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库存 至2008年 韩国启动玄武计划 利用这些封存的 胜利女神导弹 通过改装导引段和弹头 成功研制出 射程200公里的 玄武异型战术弹道导弹 开启了韩国自主研发 弹道导弹的新篇章 此后 玄武系列导弹不断升级 玄武二型 三型相继问世 虽外观已与胜利女神 大相径庭 但由胜利女神 改装而来的玄武异型 在韩国军事科技发展中 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 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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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Shock 订阅 打赏 Sho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